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最有名的小木家 在丛林里面 也是杰哥 老鸭 汉哥 其实原本所有的兄弟都是好兄弟 没有办的恩怨情仇 近一段时间因为鱿鱼在网上 我们称的每一个人都被别人取上那个外号 侮辱的外号 我觉得 我觉得 真的说句真心话 不管怎么样 最起码我们是兄弟 是家族 是从小 祖辈父辈 一直在这个村庄里面生活 但是近一段时间 我的评论下方 下面我看到了很多哈 就是有些人的意图 其实以前小尾很笨 特别的笨 他们就是要怎么 我们要死级小尾 要把所有的兄弟 要得罪 要把所有的兄弟 搞得不能生存 可能那些粉丝他们会支持我 其实做不做这个资美题我也想到很多哈 对我来讲没意义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觉得 如果我在金钱和兄弟面前让我选择的话 小尾就会选择 现在我脚踏的这一片土地 这是我的家乡 这是我从小 从我即时开始 让我生活在这个村庄里面的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一个村子 为什么说他温馨啊 从我爷爷那辈儿 从我爸爸 包括小木爸爸 汉哥爸爸 杰哥的爸爸 土家四表哥啊 他的爸爸我们叫姑 姑父 他们这一辈子走下来 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 他们现在到了六七十岁 大家还能够在一起和睦相处 是什么让他们能够走到今天 不管你们支持我也好 走和骂我也好 其实我觉得 我希望我们村子里面 大家齐心协力的 人这一辈子 钱虽然是好 但是我们光要为钱去活着的话 我们违背了我们的宗旨 违背了我们的良心 还有谁对谁错 其实都不重要 说去心里话啊 对我的心目当中 虽然说小伟从来没有去 污蔑过人 没有去害过人 但是别人要觉得是我 怎么样 怎么样 我也无所谓 但是我不会去跟任何人计较 我觉得 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恢复我们村中的这一片宁静啊 不要让那些真正看不得我们 其实是看不得我们土家每一个人 你不要去虚伪的说支持谁支持谁 如果说你支持就支持整个土家村 你不支持你不必要去说什么 喜欢那一个又不喜欢那一个 那才叫真正的挑拨啊 粉丝网友们真心希望我们 村子里面好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像以前哈 我跟小木哥是闹了矛盾 现在全网就在啊 其实包括我 都是在被人污蔑 被人在那个 取那些 侮辱人格的外号 他说哈 他支持谁 或者说他说谁谁谁怎么样 说白了一句话 他就是纯心的 想让整个土家 换个地朝天 支持谁呢 谁都没有支持 还有不关评论啊 其实我看 有一句话很简单 小文理解过来了 看评论 就看得出人品 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讲 兄弟姐妹们 就说有些人他会怂恿 其实有些时候做的事不是自己想做的 就是别人怂恿啊 怂恿你去做 做了之后 你要是再不听他的话 好比我们就是被他牵着鼻子着 闹着我们土家 沸沸扬扬 名不聊生 有些人把罪过摘在了小尾头上 其实小尾一直以来也顶多只有跟小木跟我们俩的事情哈 在网上是画了几条视频 有些人说你天天说 我不说不行哦 好多人他的那个野心哈 我不知道我其实我是做自媒体在我们村子里面做的最差的一个 真心话 我也没有多大能耐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村子里面啊 不要被外界把我们调的生存不了 到最后 所有的兄弟姐妹一个都讨不得好 你不信你等着看 今天说小尾七长八短 就去捧你一个人明天又会轮到你头上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说在这里我呼吁我们的广大网友们 如果说你们真心支持和喜欢土家兄弟哈 就不要去挑拨了 越挑拨 你不管你支持谁 其实你都没有支持 如果说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土家 让我们土家回到曾经我们这个村子里面的那种 红帽 其实土家人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啊 因为土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民族 56个民族之一的一个民族叫土家族 马上就要迎春节了 一两三个月啊 在这里我希望大家能够 家庭和睦 心想事成 不要去 不管是你是一个混事也好 你怀着你现在过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的优越也好 我觉得不要去 做伤天害你的事 这是我们做人最大的宗旨 如果说人一辈子啊 总是在 算计别人的话 我们农村有句土话 是讨不得好的